哈喽哈喽,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6月6日,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又和各位粉丝见面了,啊,因为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一定要拍条片啊,因为呢,好多东西讲,啊,首先呢,就,啊,昨天晚上呢,这个英伟达,竟然市值,对啊,已经变成了这个, 3万亿以上,好像已经超过了苹果了,是吧,啊,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群里人说,英伟达,啊,苹果,微软,三个公司,加起来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A股的总市值,哇,这个的确是,厉害,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说,英伟达昨天晚上能够,一口气就涨这么多,啊,包括那个ASML,光刻机公司, 一晚上,涨了9.2个点,9.2%,因为我有看,嗯,呃,台积电也涨了,这,这三个股其实就是,呃,叫卖铲子的三大龙头,嗯,就是你要做AI,要做人工智能的话,这三个股是,永远离不开的,啊,就,对吧,光刻机,然后,芯片代工, 还有,这个人工智能芯片,GPU,所以,真的是很厉害,啊,啊,你,那是不是很高,啊,是不是泡沫很大,说说我不知道,嗯,但我个人感觉,啊,就,如果后面,人工智能,这个泡沫,如果爆掉的话, 啊,英伟达,光刻机,台积电,这三个,应该也是最抗跌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这个出业绩,这个概率比较高,啊,你,你像那个脸书,啊,谷歌,他们,还有,还有那个Tesla,啊,他们,都是要买什么,上百万片的,这些,NVIDIA的芯片, 所以,我觉得,就,就,有可能是,其他那些股票,没有业绩,掉下来,反而,他们,NVIDIA,ASML,还有,这台积电,应该,他们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这个人工智能,就,想一下,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快,彻底结束,啊,就,就,整个,这个生意,就,这个大爆发,就,人工智能,这个大爆发,应该,还是, 是,早期阶段,我觉得,不可能说,一两年,就,结束了,所以,大概,猜测的话,就,就,因为,当然,这种股票,他可能是,高位震荡,可能会,回调,啊,回,就,因为,因为,最近,要拆股,嘛,十拆一,我,拆他,可能会,拆了股之后,可能,有一波,回调,然后,后面,有可能,慢慢,看着,业绩,那个股价,在,走的,稳定一点,啊,所以,这个, 比较难猜,啊,但我,我个人,呢,就,拿着,有,有,拿这些,什么,科技基金,啊,比如说,什么,纳斯达克指数,啊,这些,当然,一直都有拿着,啊,一直不敢卖,不敢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也觉得,应该,没有,走到头,啊,应该,你想一下,21年的时候,有个,元宇宙,啊,元宇宙,那个,泡沫,其实,爆掉了,就,21年的时候,炒过一波,元宇宙,后来,22年,掉下来,啊, 你现在新的这一波,这个人工智能,应该,没那么快爆,而且,你看一下,我们A股,现在,主要跟着炒的,其实,已经不是人工智能的股票,都是炒电力,啊,之前的,那个,麻省理工学院,搞了个,什么,啊,那些核电的,新的技术,说,以后,有可能,那个核电大爆发, 所以,为什么,你看,A股这边也跟风,就炒,那个,中国核电,中国广核,啊,那,那,那几个,对吧,核电类的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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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炒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觉得,啊,搞人工智能,需要用电,可能是,这样想的,啊,但,但,至于是,你,但,但,国内那些,AI的股票,比如说,什么,大模型,那些,呢,那,那些,主要都是盖链,吹牛的,像,汤姆猫,去年,也炒了一波,三流零,炒了一波,最近,大家不敢炒了, 包括景价威,大家也不敢炒,都是觉得,都是,太假,啊,所以,都,就,就,直接炒电的,你看,美国那边,还有,炒那些,铜的股票,所以,A股这边,好像,之前,也,炒了一下,就,做铜的,因为,因为,用电,吗,用电,可能,也,炒一下,电线,啊,这些,那,电线,都是,铜做的,嘛,所以,就,就,炒这些,但,我,但,我,铜,这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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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兴趣,啊,就,电,这个,我觉得,还,摔了过去,啊,所以呢,那个,什么,水电, 电,啊,那个,最近,长江电力,这里,炒了,很,很猛的,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我,我猜的,啊,这个,啊,反正,美股那边,就,很厉害,我也不知道,反正,拿着,啊,不敢说,它很,有多大泡沫,因为,你不知道,业绩有多,多厉害,啊,然后,然后,像,那个,什么,网易,啊,这些,啊,抄底,对吧,最近,跌多了,跌多了,就,抄底,吧, 像,那个,什么,梦幻西游,那些,之前,长宝阁,那些,被,说是,整改,啊,什么的,对吧,然后,那些,呃,职业,五开的,那些,玩家,呢,就,没饭吃,呃,但,我觉得,网易,始终,要,走到,这一步,因为,以前,那个,梦幻西游,养了太多,这些,职业玩家,就,就,那种,呃,一,一台电脑,五个号,在那里,修炼, 然后,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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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然后,卖给那些土豪,就,就,就,等于,怎么说,等于,他,那个,游戏,很多拖,就,等于,一个游戏里面,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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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个人里面,有五个土豪,在给钱,然后,呢,另外,可能,有三,四十个,玩家,呢,在里面修炼,装备,然后,把,这个,装备,卖给,这个,土豪,就,就,他,可能,那个,水分比较大,就,就,那个,里面,游戏,有很多,都是,马甲,等于是,呃,所以呢,这个, 可能,迟早,这个,都是要,整治一下,就,不可以,这么多人,在那里,五开,打工,一样,在玩游戏,啊,啊,我,根据,我,问了别人,问了,一下,大家,就是,网易,那些游戏,是,是不是,只有网易,的游戏,才可以,这样,打工,一样,在里面,赚钱,他们,有很多人,就,说是,好像是,就是,这个,梦幻西游,还有,那个,溺水寒,还有,还有,还有,那个,魔兽世界,可以,这样,啊, 因为我,我自己也不玩这些游戏,说实话,我,我,我喜欢玩那些,呃, Call of Duty,那些,呃,就,那个,呃,现代战争二重制版,这个,这个,我特别喜欢玩,就,大家问,问村长,平时,玩什么游戏,啊,我,其实,我玩过所有的游戏,我觉得,就,就,就,让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呃,使命召唤,现代战争二重制版,就是,那个,绿色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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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有骨肉头的呢,那,那,那个游戏,我觉得,那个,真的做得太好,那,那个,那个,那个画质,啊,那个体验感,啊,就,各种,它很多创新在里面,我觉得,那,那,那,呢,真的是最顶级的游戏啊,这,真的就玩过,这么多,呃,然后,那,其他哪些好玩的游戏,我觉得,就,我玩过很多那些,主机游戏,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还有,就是,荒野大标课啊,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生化危机系列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玩 就这些吧 还有美国末日 就是The Last of Us 那个游戏叫最后生还者 对第二代我觉得也很好玩 第一代剧情可能舒服一点 第二代剧情比较创新 很多人不喜欢 我觉得剧情都是见仁见智 你不喜欢可能有人喜欢 反正我觉得顺便讲一下游戏公司 我觉得游戏类的公司 现在已经要进入到拼技术的时代 因为我留意一下 我发现做GTA6的公司 最近的股票又涨了起来 但其实公司最近在亏损 我就在想 为什么亏损 大家愿意炒呢 主要还是大家还是看得比较远 就赌他2026年 那个GTA6一上来 可能要赚个几十亿 可能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也对 也值得赌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说现在有分红就怎么样 你看那个三七护鱼 什么完美世界 最近都一直在跌 我个人猜测 是大家不太看好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游戏 就是你那个技术含量低 然后就是靠那种砍一刀999 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不是很放心 就不是很看好 证明这个市场上面呢 还是有一堆资金呢 看得比较长远的 他不是说看你今天分红 他就买 他还是会看你是不是以后能够赚大钱的 所以你单独说只看 这个是不是现在有分红呢 可能这个还不够 因为有可能你这个生意 比如说像三七护鱼这种 会不会明年这个生意就黄掉了 因为我们之前看了好几个股票 你像那个什么中工教育 南极电商 以前也牛过 对吧 也是大牛股 后来那么突然的中工教育就完蛋了 准备要退市了 然后南极电商 以前我有一个粉丝叫孙杨的 名字叫孙杨 也跟我吹说南极电商要涨10倍 涨10倍在高位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股票这个技术含量太低 就门槛太低 我说有可能被拼多多颠覆 因为他那个生意模式 我感觉就是纯扯皮条 然后他而且而且是二套贩子 就有点像电商里面的百货公司一样 就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做一个二房东 我觉得这个生意模式还是风险挺大 而且他做那些真的是只是套牌 画个牌子说叫南极人 我就我就说这个生意想一下 就觉得有点问题 就觉得太简单了 而且这个模式赚他钱 我觉得有同行会搞他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公司就要转型 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这种挂吊牌 就就挂个吊牌 然后抽融抽提成 然后赚很多钱了 已经不行了 因为因为很多商家 他并不需要再依靠你南极电商这个牌子 就你这个牌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 慢慢大家消费者可能也也腻的 都买南极人直接在拼多多或者说在京东 现在什么网易严选京东京造 还有什么淘宝工厂 大家有没有见过叫淘宝天天工厂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也做的挺好的 虽然品质可能还一般般 但起码他是提供了一个低价 然后让大家买到一些质量不是很差的东西 因为我在上面也买过那些洗碗粉 觉得还可以 就是那个洗碗机用的那种粉 所以大家平时说实话说投资还是要多想一下 就是投资其实最难的就是你要想这个生意 就会不会这个生意后来不行了 然后你不要去选那些你看不懂的生意 一定尽量在自己能力圈里面选 你像我个人的能力圈 其实也就是中药 然后游戏食品饮料 还有一些可能公用事业 简单一点的 你让我买那些什么电子类的那些 说实话还有那个什么网络安全 那些我真的不懂 还有那个化工行业 有一些也比较复杂 包括什么创新药 我哪懂创新药 对吧 我去看那个药名生物 那个年报 我都不知道他写什么 就是他那个年报里面那些专业术语 我不知道他写什么 真的看不懂 我又没学过这个什么生物分子学这些东西 我大学学的是那个计算机网络通信的 但说实话 我大学学那些东西 我大很多我都忘掉了 就包括那个编程 我以前是考过编程的 我是有那个编程的证书的 但这么多年没用 已经忘掉了 所以大家也觉得 在这个村长以前读什么的 我以前大学就是学编程的 但你没有用的话 这个很快就忘掉了 就以前什么 以前学那什么VB编程 还有Java 老早就忘了 怎么写的都不知道了 包括那个什么V积分 大学也有学过 老早就忘了 哪记得 连高中的数学很多都忘了 高中数学有些什么函数 我要重新看 我才知道 说实话真的没有经常看 真的忘了 现在我还能记住的 只是会编曲的东西 你比如说音乐上面的 比如说编曲 那个什么和谐 这些我就会 因为这些我有用 平时还有用 平时有用的东西就能记住 不用的东西真的忘了 反而现在什么股票 那些什么财务术语 那些反而我还有点懂 虽然只是会点皮毛 说实话我的财务支持 都是自学的会点皮毛 但基本上够用的 说实话 就炒股来说 我的财务支持是够用的 比如说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 这些还是够用的 连什么地盐索得税 这些我也会看 这个真的不难 说实话 炒股需要的财务支持 没那么多的 它主要是对公司生意 了解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就比如说你要看一个 比如说你要看一个游戏的公司 其实你核心是要看 它游戏的竞争力怎么样 是不是玩家很喜欢这个游戏 还有它游戏 它那个技术含量多高 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重要 我自己发现那些老字号的游戏公司 他们的那个技术实力都是顶呱呱的 你就比如像索尼 卡普空这些 你看他们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 他不是说以赚快钱为中心的 凡是那些以赚快钱为目的的游戏公司 你比如像以前的盛大网络 做那个传奇的游戏 包括包括A股那些一大堆的游戏公司 以前什么游组网络 一大堆 你看很多都倒闭了 对吧 很多都可能就退市了 但是你看那些做3A游戏的那些大厂 其实他们没有一个倒闭的 都是持续赚钱的 只不过他可能短 他们这些公司的短期爆发力没那么强 但是他们因为有技术储备在身 所以他们是反而是长期比较安全的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A股港股 这里的游戏公司 目前来看肯定最安全的还是腾讯的网易 毕竟他们钱多 钱多还是有钱 还是有机会去做新的研发 你看腾讯不是说搞了个黑五空 能够上主机游戏 所以这些公司都是有一定的转型的能力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希望的 但是你如果是资金实力比较弱 然后也没有钱去转型做研发的话 我觉得就风险就比较大了 这是讲游戏方面